Hello 我是QQ凯 今天我要教大家 怎麼使用Clear Scanner 來切書或是你想要的東西 這可以用來記錄你的閱讀 先打開你的相機 然後拍一下你想要的書 比如說像這樣子 你可以拍很多張 你可以拍很多本書 再來去Google Play下載Clear Scanner Clear Scanner 這裡這裡有一個Clear Scan 然後你就按下載 下載完之後你就可以開啟 然後你按這個按鈕 然後進去CAMERA這邊 再來你再按這三本 一二三或是這些數字 都是在指你拍的順序 或是你要的順序 確定 然後如果你在選書的話 顏色用彩色 然後濾鏡的話要用照片 再來我們按確定 如果它的邊界像這樣子 那你就幫它邊界調到書的邊界 調完之後它就會處理 然後這裡就會有一些很清晰的書 這些跟原本的書 它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把它的邊界切掉 然後再來你可以按更多 然後儲存至圖庫 再來你在你的相簿裡面 就會看到自己本書 或是你可以分享到 Gmail、LINE、Messenger、雲端硬碟等 這個就是如何使用ClearScanner的教學影片 謝謝